大家好,我是Stan 韩国海军特战队出身 也是超人情网红的伊根德鱼 前往乌克兰当义勇军的消息 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3月6号 伊根德鱼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 上传了一个背影照片后留言 当乌克兰总统向全世界请求援助的时候 Roxy就马上准备义勇军任务了 因此在2月28号发布了 We will support Ukraine贴文后 在48小时之内策划协调准备装备之后 一开始想要按照正式的流程出国 却遭到了韩国政府的强烈反对 结果我们收到了 如果去履行禁止国的话 就会被视为犯罪者将判处坐牢一年 或者是1000万的罚款这样的威胁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怕处罚 而不将我们拥有的技术知识专业性 使用在帮助乌克兰上 为了让团队顺利抵达乌克兰 我们只能以非公开的形式进行 除了我与几位关系者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的计划 我们是在前几天就出国了 所以现在才做了发表 我们的队员都是由我本人亲自选拔的 如果我能活着回去的话 那个时候我会负起所有责任以及处罚 作为最初的韩国英勇军 会代表韩国提高国家的地位 那么任务结束之后 在韩国再见吧 但是没过多久 韩国外交部却对民体表示 没有收到一个内遇的任何联系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现在美国跟欧洲 为了避开与俄国的武力冲突 所以都没有投入军队 如果因为你俄国报复性的攻击 韩国的话怎么办呢 真的是傻吗 如果你被俘虏后 俄国向韩国要求什么的话 要怎么办呢 违反法律还要去的人 姻缘这个人的人 都是电影电视剧看多了 希望能活在现实 为了拍YouTube影片 再利用别人的不幸 真的很恶心 用那个勇气去帮助山火有多好呢 怎么那个比去乌克兰不能引起话题 所以不想做吗 唉真的是不懂事的大人 倘我前几天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火灾 这倒是违法 却因为是自己的信念而行动的话 应该要悄悄的走吧 无视法律要走 还自以为很帅 真的是做很多令人反感的事情 不过也有这样的留言 所以不是悄悄的走后 过了几天后才留言的吗 如果我们国家现在是那种情况 老百姓在丧命的话 我觉得这种人的支援 是真的很重要 谢谢你 吃吧 前几天房间里的傻兵们留言 你跟电狱 为什么不去帮助乌克兰 为什么不参聚 现在真的去了 又说为什么违法 想要装英雄吗 这些自卑感爆发的垃圾们 只知道在房间里激动的敲键盘 留酸烟的人发生战争的话 应该会第一个逃跑吧 对于参战的人 其他话都不重要了 希望能活着回来 所以大家觉得 如果大家国家的网红 现在要去乌克兰当英勇军的话 大家会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演员韩索依的母亲 欠债被告诈骗的消息 根据媒体报道 韩索依母亲从2018年2月到2019年9月 向好友借了8500万号 至今都没有偿还 而现在韩索依也跟母亲一起被告 原因是因为 母亲利用了未成年人韩索依的名字 开设了收款账户 对此 韩索依的经纪公司今天声明表示 欠母在韩索依不知情的情况下 使用了韩索依的银行账户借钱 甚至还涉嫌过伪造文书 这些事件都已经进行了民宿试诉 法院已确认与韩索依本人无关 公司接着表示 目前没有代替偿还债务的计划 这是为了阻止一切 以女儿的名义来借钱 恶用女儿是著名艺人来赚钱的行为 韩索依确实没能切割 母群与女儿这个血缘关系 对于受害者们深感牵引 但是希望这个强烈对应 能让这种事情不要再反复发生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之前不是有代替厂皇过吗 怎么又这样呢 太过分了 不是生了就是父母 听说是奶奶养韩索依的 真的当父母的怎么能这样呢 真的好心疼她 之前说过成功之后 跟奶奶幸福的生活是自己的梦想 韩索依那么爱奶奶都是有理由的 奶奶不戴假牙后 因为害羞总是会戴着口罩 我奶奶每隔24分钟 就会给我吃的 我的全部 这是奶奶的诞生花 奶奶是我的全部 想要一直跟奶奶在一起 所以就赐了她 希望韩索依跟奶奶能够幸福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我们下支影片 小学一边 分享 哦